那说到 诬蔑圣经 还有我们说这一切是 撒旦的阴谋各方面的 很多人会说是我们基督徒 太神经值 想太多受害者心态 但是这一切都是有根据的 都是有证明的 不然我们不会把它当成新闻来报 让我们回到伊利诺伊州 这已经是第三年还是第四年 这个伊利诺伊州 邀请撒旦教到 州议会的这个殿堂里面展示了 圣诞节在美国 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每个州都会准备 就是圣诞节的摆饰 装饰 在美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圣诞树 然后天主教的话 你会看到什么那个马槽 那个圣经里面的故事 但是如果你去芝加哥那边的话 伊利诺伊州的州政府的 这个州议会 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会看到一个犹太教的灯台 就是这个哈勒卡 光明节 光明节其实不是一个 犹太教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怎么说才不会得罪网络上面这些超爱 犹太文化的这些圣经学者呢 就是圣诞节对美国人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算我们知道就是 耶稣不是那天生的 但是是一个美国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比过年那些东西都还要重要 那光明节在犹太教 其实就只算是一个收复师徒 然后还有什么收复第二圣殿 阻止以色列希腊化的一个节日 而且这个节日不在妥拉里面 所以说把光明节跟圣诞节摆在一起的话 这个重要性我个人认为 级别是有差的 但是你看到圣诞树 然后跟光明节的竹台摆在那个地方 我也不建议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 光明节的那个七根蜡烛的意义 对不对 然后今年你去州议会 伊利诺伊州的州议会 你会看到第三个展示屏是撒旦教的摆计 在伊利诺伊州的宗教堂 在伊利诺伊州的宗教堂 在伊利诺的宗教堂 看看这个年代的宗教堂 那这个就是 你看他们摆施的方式 这就是一个在嘲讽的意义 就是如果基督徒可以摆 圣诞节的摆设的话 犹太教徒也可以摆 他们光明节的竹台的话 那我们撒旦教徒 也应该要放一个 我们信仰的东西在那边才对 这才是宗教自由 那今年他们摆的比较弱一点 我们来看他之前的 看到他们之前 比较有新意的时候摆的东西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摄像 有一个祖父的摄像 有一个祖父的灯笔 在哈尼克 这两个都会被宗教堂 他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 主要的优优 在这一期的设计 这是确设的 责任的 中文字 在参加 主要是 现在的 主要是 在这楼上 的 责任的 称 责任的 经历的 责任的 责任的 他们有些东西 他们都没有 则 这些人 我们的 我们的 词 他在前面看了一遍 我看到了一遍 我自己是不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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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理解很多人 但这是一遍 我认为是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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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自由的 speech 这会是一遍 我们在前面看 他在前面看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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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遍 那遍 绝大多数的人会认为 这是错的 这是在扭曲我们的文化 还有价值 我们不应该允许有这个样子的 攻击其他宗教的行为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就跟那两个大学生一样 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这样的行为是错的 很多保守派跟基督徒也没办法 如果说你也认为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 请在下面留言 为什么你认为 撒旦教不应该在州议会 在圣诞节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摆设 一个撒旦教的摆设在那边 撒旦教不应该在伊利诺伊州州政府这边有个摆设 事实上就是 他们在哪里都不应该有权力有他们的摆设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 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 这是宗教自由 言论自由 我们没有理由跟没有权力去禁止这个样子的东西 这边会有人说 Ethan 你是在这边说 宗教自由不保护撒旦教吗 是的 我就是在说不保护撒旦教 没有任何保护 而且在历史上 在美国的历史上 这个第一个国家把宗教自由放在宪法里的国家 也没有历史在保护撒旦教 事实上就是美国的历史上 在美国的历史上 美国建国初期 甚至一开始的13个州 都是教会建立出来的 很多州会建立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要脱离他们原本州的教会 然后他们跑去一块荒地去建立一个新的教会 才出现了另外一个州 而且在1791年宪法第一修正案行使的时候 禁止的是联邦建立教会 州政府的教会还是可以被建立 而且是被允许的 New Hampshire Connecticut 还有麻省 一直都还有直接建立州的教会 一直到1787年 而且一直到1817年 New Hampshire都还有州立教会 1818年 Connecticut也有州立教会 这些东西都可以上网找到 就连到现在 我们一直都还是只有禁止联邦政府建立教会 并没有禁止州政府建立教会 那这个为什么重要 我等一下再讲 就算州立教会这个东西你说已经是过时了 现在已经是宗教自由了 对不对 Thomas Jefferson这位建国国父 还是这个宗教自由的推行者 所以这些都不算 就算你说这些都不算 那些都是历史 但是就连现在每个州都还是有 在美国历史上 亵渎法是一直存在的 就是如果你亵渎神的话 州政府是有权利要惩罚你的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 保护撒旦教的权利 并不是当时美国建国国父 在撰写宪法的时候 他们想的宗教自由 事实上就是整个宗教自由的想法 还有理想都是在封杀撒旦教的 原因就是宗教并不是你想相信什么 就相信什么 我知道这是很多现在的人对于宗教的定义 甚至有很多基督徒对于宗教的定义 就是为什么你会听到很多牧师在台上讲说 我们并不是一个宗教 而是一个信仰 We're not a religion We're actually a faith 这种放弃一个单词 直接送给撒旦的一个软弱行为 宗教的解释是什么 你看现在的字典里面 你会得到的解释是 联系人与神的超自然或神圣存在的文化体系 不过真正的解释是什么 以下是犹太教跟天主教对于宗教的解释 The moral virtue by which a person is disposed to render to God The worship and service that he deserves 就是一个人摆上道德与美德 给予神应得的敬拜还有服侍 这个是宗教的意思 宗教是一个正义的系统 我们应该要用我们的生命把神应得的献给神 所以宗教不是你想相信什么就是什么 那个叫做迷信或叫做邪教 所以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有一个宗教自由的传统 意思就是在这个国家里面 人想要怎么敬拜神跟服侍神的定义是很宽松的 我们可能觉得某个教会敬拜神的方式不是很正确 例如说你是要点水里还是要全身泡下去 能不能说方言能不能发预言 就算是我们不认同的 但是我们也接受他们敬拜神的方式 只要他们认为他们真的是在摆上道德还有美德 把神应得的服侍跟敬拜给神就好了 只要他们是对得起自己而且对得起神就好了 但是这并不是撒旦教在这边做的事情 而且是只有他们不再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不是说什么佛教啊回教啊 他们相信的是另外一个神 要把他们的敬拜给他们的神 撒旦教他们是憎恨神的 或是拒绝相信神的存在的 他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要亵渎神的 污蔑神的 如果撒旦是他们的神的话 那他们应该要什么写歌敬拜 然后立雕像应该就是立一个敬拜撒旦的雕像才对 但是他们的所有行为全部都是为了攻击耶稣 然后攻击圣经而已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撒旦教徒 你可能就是觉得什么都不信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 基督徒都是被集体洗脑 你只是喜欢这个撒旦教信徒的这个名声 然后代表说你反社会反传统 然后呢喜欢在网路上呛基督徒 还是你是真的在家里摆一个祭坛 堕胎之后把你小孩子的尸体放在上面之类的 这些人都不可以有宗教自由 因为他们的信仰并不是一个宗教 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反对宗教 也就是说宗教自由跟反对宗教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为什么保守派不断缩小 为什么基督徒不断的减少 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妥协 我们放弃了了解圣经 了解我们的历史 了解先人给我们国家的定义 我们放弃了单词的解释 很多保守派会说什么 我们不能禁止变庄皇后读书给小孩听 如果政府可以禁止那个的话 那政府有一天就可能禁止牧师在教会讲道 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宗教信仰跟反宗教存在 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其中一个本来就不被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 反而是被宗教自由禁止的 如果这两个东西都分不清楚的话 那我们就没办法有条理的来去解释这一切 我们就失去了自我控制的原则 这个不是什么右派基督徒的阴谋论 而是一个原本美国人都知道的事实跟历史 特别是这个国家的建国国父 这个想法就是 宗教自由保护撒旦教 是大概近十年才出现的 撒旦教也有宗教自由 这个是每个美国人的言论自由 你在十几年前你是看不到撒旦教到处设立什么雕像 你看不到变性人的牧师 你看不到教会会挂着什么LGBTQ的六色彩虹期 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些自由派变得完全没有底线 然后保守派什么都没保守到 然后到了现在 我们很多这些保守派 很多我们这些基督徒 不知道宗教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段可能很长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完 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就是 宗教自由跟言论自由 绝对不代表撒旦教可以在我们的周议会 树立一个雕像 或者是摆设来侮辱其他的宗教的神 如果你也被宗教自由这个东西蒙骗的话 而且没办法给你一个合力的解释的话 那就表示我们面对左派的时候 会输掉这个文化战争 当我们的小孩变成左派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给他一个合力的解释 因为我们自称保守派 但是却什么都没保守到 刚才见到这里 如果我们是准备你 您不费的 您不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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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